表面一片祥和的颁奖礼现场 实则暗流涌动 这是发生在第53届金马奖上的一幕 那一年的颁奖礼 同时评出两个影后 周冬宇和马思纯 周冬宇发表获奖感言时 先是内涵马思纯出身电影世家 获得影后无可厚非 而自己出身普通 由此成就全靠实力 还在马思纯发表获奖感言时 眼珠乱转 舌头抵着后草牙 嘴巴高高崛起 五官都是戏 每个动作都充满小心机 明明是给西美娟的奖杯 而刘晓庆却牢牢抓住奖杯不撒手 仿佛得奖的是自己 不舍得把奖杯拱手相让 小小心机藏都藏不住 我想当时刘晓庆的心理 肯定是非常不服气的吧 而作为老戏骨的刘德华 虽然对后辈很是提醒 但因为站位 一直在舞台上伸着手让来让去 知道的是刘德华素质高有教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故意给自己加戏 再看雷加音 看似话很多的一个人 却说完该说的就老实的低头站着 反而是老戏骨张凯莉 一直喋喋不休说个不停 看雷加音无语道不敢抬头的样子 就知道 张凯莉肯定没按事先设计好的出牌 杨硕来给张一颁奖 却当众嘲讽张一长的丑 旁边的前辈一脸疑惑 仿佛在说 台词里没这句啊 张一坐在台下脸上堆满嘎笑 杨硕这迷惑行为 加戏加过了吧 中文字幕提供